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今天来带大家看一下 镇宇80 这车啊 我一看到就破的不行 其实才6000多小时 可以看得出来 这种车不耐照 6000多小时照这样 这个车应该是模仿了日历 驾驶是比较像日历 上车看一下 这个车这是啥 空调 空调出风口 不知道它怎么的 怎么改个这样的空调 然后这空调啊 风挺凉 就是不给力 你不可能对着人吹 对着人吹 好那个啥 整体的效果不凉 但是它 它这个 就是 它出的凉 风也挺凉 对着人吹 受不了 不对的人吹又热 然后你看它这个 油门 这种形式的 比较难扒了 这个车 十表六千零八十六 然后这个车 怎么说 操作起来啊 手感不好 就是说很难上手 不容易上手 然后收音机 其实我就画了这一口 就喜欢听收音机 它这个 来看一下吧 啥 有一点声音 声音听不见 喇叭 看见 喇叭在这里 设计的不好 然后看这个空调出风口 我往膝盖这里吹 它也没有其他的出风口 这个呢 就往这边吹 呃 不好 往膝盖这里吹 我还容易 就膝盖老凉了 其他地方不凉 它不能把这驾驶室 就是整体的温度降下来 而歹亏现在还是在 背雨阳高的地方干活 如果在那个阳光下面干活 估计很难受 啊 值得表扬的是 它这个刮板是比较好 刮板两个脚 就切了一点斜的 不至于就是线那个 太深的进 六千多小时的车照这样 可以肯定的说 这个车不耐照 但是这个车 车价挺大 具体它这个车 新车多少钱 六千多小时 应该几年前买 这个车 新车应该也等几十万吧 但是 现在不建议买 很多国产品牌都已经 超过这个驾驶感 应该他们也会更新了吧 这款车应该也 也在更新 最让我闹心的就是空调 我不知道它为什么空调 搞两根管 应该是出风口都堵了 还是整不得 搞两根管在这里 两根管管在这里 也不好 不好吹 你把它吹 对着人吹吧 又太凉 受不了它这个凉度 它就极静地 往里吹 你受不了它这个凉度 你说 怎么办 我刚来的时候 看到这个车 哎呀 我说这个车真是 好适应了 好一会才容易才上手 很难上手 不容易上手 而且它这个挖斗 你看 开不了太多 开不了太狠的挖斗 这个车破的也够狠的 自动弹数没有 你就按了以后也没用 按了以后 它也不自动弹数 没有用 综合考虑这台车 这台车不值得买 我一旦是你们的好朋友 会也干我一下 如果说的不到的地方 还请见谅 谢谢大家